接下來要教的 我有教 可是考試幾乎本來沒考過 大考試沒考過 不要說大考試連段考也幾乎都是 沒考過的 大家看 看看什麼意思 不下雨嘛 但是不下雨 台灣要多久不下雨 20天 20天以上無降水紀錄 它降水是每天小到0.6公里 就當作沒有降雨 降雨會最低到0.1公里 今天有降雨1.6公里 今天沒降雨 連續20天叫做乾旱 10天小旱 10天大旱 就是台灣的標準 這麼多天沒下雨 叫做乾旱 乾旱 OK 就氣象條件而言 中南部比較容易會有乾旱 我們講它語量分布非常的不居滿對不對 都是5 6 7 8 9其他一分幾乎都沒有什麼雨水 所以用氣候條件說 中南部比較會有乾旱 然後冬天的機會比夏天還在大 冬天的機會比夏天還在大 這是用氣候條件 用台灣有的天氣的狀況來說 中南部比北部容易發生旱災 現在冬天的時候比夏天容易發生旱災 但是因為冬天是乾旨 這我們在地理上教過 OK 就是想說雨量分布圖 其他人 5 6 7 8 9 雨量都多 南部呢 其他月份雨量都很少 所以容易會有旱災的問題 乾旱的問題 OK 這是用氣候條件來說的 那 就是 東春兩季 東北季風 然後呢 我們 台中以南 它 雨量會稀少 因為 東北季風不吹嘛 東北季風不吹 所以雨量都稀少 所以呢 就有乾涸的現象 然後呢 其他就是人為的 就是那天 那老天給我們的正向 可是還有人為的優術 比如說 夠度開發山林 那麼這樣子就 沒有人幫你海苗地下水 一旦缺水之後 就容易有旱災 同時呢 這些土石會沖到水庫中 造成水庫淤積 你就存不了什麼水 也一樣 如果乾旱的時候 你就很難拿來用 所以這都是人為因素 造成乾旱災害災情 更加嚴重的原因 人為所造成的 再來就是 剛才講過了 森林少的話 就是地下水會變少 地下水會變少 你剛才講過了 所以就是 前面第一個叫做 老天爺的原因 後面的二跟三是 人造成的狀況 使乾旱的情況會更加的嚴重 那麼乾旱最主要怎麼問 就是飢荒 農作會牽收 想說什麼非洲啊 那種旱災啊 很多機民啊 然後那些小公牛呢 身體瘦瘦度大大那種狀況 那種飢荒狀況 所以最主要就是這樣 最主要的就是 農作會減產 到底會激荒 會很激荒 那麼當然還有一些別的影響 比如說民生用水不便 很多人會覺得 沒有水比沒有電更麻煩 更不方便 沒有水 洗米煮菜有問題 上廁所也有問題 有一些我們都用抽水碼頭 就只能夠沖一室以後就沒有水了 然後這般的飛機能比電動 所以有人會覺得缺水比缺電更痛苦 然後再來我們講過 我們有什麼兩兆三星啊 什麼叫我們台地電 聯電 對我們現在重要的產業 這個他都需要大量的用水 如果你在缺水他們會掛 你缺他會掛 他就不會讓他做 所以這時候經濟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就是 鋼漢所會造成的災害 這是我們參考書 確定上有喜歡考的一個問題 就是 什麼時候 河口的魚蝦貝淚 最容易才要媽媽再見 答案叫做 乾淨後的第一場大禮 乾淨的時候 水量少 流速慢 輕時代能力差 污染物都留在河床上 突然一陣大雨來 刷他全部都衝到大海 大海的污染瞬間提高 他們就塞到那那 再見 所以問你說 什麼時候他最容易死翹翹 可是乾淨後的第一場大雨 這段敘述是 一些參考書 測驗經的題目 喜歡問 鋼漢 OK 然後怎麼樣防止鋼漢呢 一個方法就是 做好水土保持 還有興建水利工程 因為要開園截流嘛 不夠用的開園截流 開園很難 老天就是不下雨啊 你不下雨你也沒辦法 還是不下 他就知道所謂的截流 就是盡量的能夠多加運用 能夠使用 所以就是有所謂的水土保持 興建水利工程 可是所謂的興建水利工程 在目前主要是所謂的興建水庫 可是興建水庫有生態環保的問題 因為他要把水庫一蓋 後面就要淹沒一大片 全部泡在水裡面 就不見了 然後還有擋了什麼 回遊魚類的回遊 什麼之類的 所以台灣最近要蓋的水庫 都被華國人反對 要蓋湖山水庫 說那是八色鳥七級地 要蓋個美濃水庫 說那是黃蝶翠 所以在湖山水庫要蓋 他寫個計畫 他如果保育八色鳥 如果要活得很天氣 給我們快樂 他能做這些事 所以 我有聽過五色鳥 我有聽過八色鳥 我就會聽過七色鳥 OK 我就九關鳥 反正 反正就是他有個生態環保的問題 蓋水庫 所以 所以是一個不是說你 而且還有一些什麼地質條件 所以也不是說你想蓋就能夠蓋 所以要告訴你說要乾旱 所以很簡單 當然就是不下雨 台灣南部 就天氣條件而言 南部比較容易會乾旱 冬天比較會乾旱 那還有人為的不當影響 他的一些災害跟防治 就看一下就可以了 沒有什麼透過太多的問題 OK